中文字幕——YK 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痛苦地眯着双眼 这给他带去了很多的麻烦 最后他还完全失明了 这个莱伊尔有一个挺特别的习惯 每当他无法集中精神的时候 他就会摆出各种不可思议的动作 比如说横在两张椅子上 或者用他朋友达尔文的话来说 就是把脑袋搁在椅子上 身子站得比直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 我是想不出来 但书上确实就是这么写的 一旦陷入沉思中 他就会从椅子上慢慢地往下滑 直到屁股着地 莱伊尔一生中唯一的一份正式工作 是1831年到1833年 在伦敦国王学院任地质学教授 就是在这个期间 他写出了那本著名的地质学原理 1830年到1833年分三卷本出版 这本书从各个方面巩固 并详细阐述了上一辈人赫顿的理论 其实莱伊尔从来没有读过赫顿的原著 他所着迷的 是经过普莱菲尔改写后的版本 所以我们才会说 普莱菲尔那么重要 我们也可以把普莱菲尔 当成是一个科普作家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科普作家对科学的发展 也是有促进作用的 莱伊尔在赫顿学说的基础上 写的这本地质学原理 后来就成为了地质学的圣经 在赫顿和莱伊尔生活的年代 又兴起了另外两种理论 大有取代火城论和水城论之事 但新旧两种理论 却又很容易交织混合在一起 这两种新的理论之争 被称为灾变论和军变论 它们是地质学史上最重要 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大争论 灾变论顾名思义 认为地表的形状 是由一系列突发性的灾难事件塑造成的 尤其是大洪水 这也是为什么灾变论和水城论 经常被错误的混为一谈的原因 灾变论很受宗教人士的青睐 因为这种理论把圣经中的诺亚大洪水 带入到了严肃的学术讨论中 而与之截然相反的军变论 则认为地表的形状 是在漫长的地质时间中 慢慢的均匀的形成的 其实赫顿比莱伊尔早很多年就提出了这个观点 但人们只读莱伊尔的书 所以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人们总是觉得莱伊尔才是现代地质学之父 可见作为科学家来说 有一个好的文笔是多么重要 莱伊尔认为地表的变迁是连续而稳定的 过去发生的一切都可以用今天仍然在发生的事件来解释 莱伊尔和他的追随者们不仅仅是蔑视栽变论 而且还很嫌恶这种理论 栽变论认为地球上的动物会不断的被新的物种所取代 物种灭绝就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此著名的博物学家贺希黎揶揄说 搞得好像是打牌的时候 输掉的人掀翻桌子 要求重新洗牌一样 莱伊尔也对这种观点嗤之以鼻 他认为用这种观点来解释一些未知现象的时候 显得太过于容易了 他说这世上没有比这种教条更助长懒惰之情了 它会削弱我们的好奇心 莱伊尔当然也有不少失算的地方 但值得体谅 他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山脉的形成机理 也忽视了冰川对地表变化的巨大作用 他拒绝接受阿加西斯关于冰河事迹的观点 他轻描淡写地认为 不过是全球变冷而已 他还坚信在地球最古老的化石层中 肯定能发现哺乳动物的化石 他反对动植物遭到过物种灭绝的观点 他认为所有的动物类型 包括哺乳动物 爬行动物 鱼类等等 有史以来一直是同时存在着的 但是所有上面的这些观点 已经被证明全是错误的 现代研究已经证明地球经历过数次严酷的冰川期 整个地球都几乎被完全冻阻 今天我们仍然处在始于260万年前更新式的第四季大冰期的一次 而哺乳动物的历史只有2亿多年 这与地球30多亿年的生命史和46亿年的历史相比 是非常短暂的 尽管如此 不论我们怎么圣战莱伊尔的影响力 都是不为过的 地质学原理 在它的有生之年发行了12个版本 许多观点对地质学的影响深达20世纪 达尔文在贝格尔号上的时候 就带了一本原理的第一版 他后来写道 地质学原理的伟大之处在于 它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思想 因此 如果一个人见到一样莱伊尔从未曾见过的东西的时候 他会在一定程度上以莱伊尔的眼光来看 总之 达尔文几乎把莱伊尔看作是神 他同时代的很多人也都这么看 有一件事最能说明这一点 就是到了198几年的时候 当人们不得不摒弃他的一些理论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比杀了自己还要难受 这也是我们后面要谈到的一个故事 在莱伊尔的那个年代 地质学界面临着一项庞大的工作 那就是给严实分类 但这项工作进行的非常的不顺利 关键问题是要制定一套地质断代的分界标准 但这个断代标准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这其中有一场争论是地质学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 那就是著名的尼盆纪大争论 这场争论源起于英国剑桥大学的赛德维克 他宣称某个岩石城是属于寒武纪的 但麦其森却认为它属于滞留纪 这个争议持续了好几年 越来越激烈 甚至有点走向极端 例如麦其森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 就勃然大怒地写道 班奇就是一条垃圾狗 麦其森所指的这位班奇先生 也是当时英国著名的地质学家 他支持赛德维克的观点 有一位叫鲁迪克的写了一本书 叫做《尼盆纪大争论》 这本书写得非常好 还带着点淡淡的忧伤 我们只要瞥一眼各章的标题 你就能很好地体会出 当时的那种气氛 是怎么一点一点地 变得强烈起来的 一开始的标题还比较温和 例如 友好辩论的舞台 破译杂力言 然后就变成这样的标题 杂力言的捍卫与进攻 求证与反驳 散布恶毒的谣言 伪佛撤回邪说 乡下人摆正位置 如果你觉得这些标题还不够火爆 那你再来看看接下来的这个 麦其森发起莱茵战役 一直要到1879年 这场大争论才平息下来 人们找到了一个非常简单 而有效的解决方案 就是在寒武纪和滞留纪之间 增加一个地质年代 称之为奥陶纪 在地质学研究的早期 英国人是最活跃的 所以在地质学术语的英文中 英国化的名称 占据着主导地位 例如 尼盆纪的英文是Devonia 当然这个是源自英国的地名 Devon 就是德文郡 韩武纪的英文是Cambrian 源自罗马人对威尔士的叫法 这两个显然都不是英译 而奥陶纪和滞留纪 则让人想起古威尔士的两个部落 也就是奥陶人 奥德维西斯和滞留人 西里斯 这两个单词很难念 我也不知道念得准不准 反正一听就是两个英译 但后来随着地质学的热潮 席卷世界 术语也就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了 侏罗禁 这个是源自法国与瑞士交界处的 朱罗山 虽然我不会念法语 但是我一看那个拼法就知道 也肯定是英译 还有一个Permian 也就是奥铁纪 让人想起俄罗斯的乌拉尔山地区的 一个叫Perm的神 还有那个著名的白俄纪的 它的英文是Cretaceous 它是一个比利时的地质学家命名的 源自拉丁语对白俄的拼法 白俄在中文中的意思 就是一种白色的粉末 这在白俄纪的地层中很常见 所以这个翻译也是异议 关于帝制年代 中文自有一套成体系的说法 这里面有的是音译 有的是异议 不过不论哪种译法 都不是中国人命名的 最初都是由日本人用汉字翻译的 然后我们中国在原样引入 在《万物简史》的原著中 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 来介绍这些地质年代的分类和命名 当然依据的都是英文的说法 这对我们这些生活在中文世界的人来说 当然是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 所以我需要完全用中文世界的习惯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地质年代的分类和命名 说实话这是一套相当相当复杂的体系 我也只能减骨架来讲解 最早的时候地质史被简单的分为四个时期 也就是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和第四季 但是这个分法显然是太简单了 所以没过多久 地质学家们就开始想出各种各样的新分法 然后摒弃旧的 今天我们采用的分法是这样的 首先地球大约46亿年的历史 被分为四个宙 宇宙的宙 有时也称为圆 公元2017年的那个圆 它们分别是明骨咒 太骨咒 圆骨咒和显身咒 这四个咒并不是均匀分布的 虽然在明骨咒就已经出现了最早的原始生命 但是此后的很长很长的时期内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只是停留在单细胞的细菌状态 如果我们把整个地质史按比例压缩为一年的话 那么复杂生命就是在第四个显身咒开始出现的 显身就是显现生命的意思 整个显身咒只占了地球这一年中的最后一个半月而已 我们现在当然也是处在这个显身咒中的 最早的这三个咒虽然占据了地球历史的约90% 但我们一般不太关心 因为地质年代的划分是与生命息息相关的 所以只有到了显身咒后 地质年代的分类才变得极为复杂 显身咒下面又分为 古生代 中生代和新生代 这个还是比较直观的 古生代就是古代生物出现的时期 新生代就是现代生物出现的时期 中生代就是夹在两者之间的过渡代 这三个代也不是均匀分布的 如果我们还是按照46亿年缩短为一年的这个比喻 那么古生代是从11月中旬开始的 中生代是12月13号的样子 而新生代则是从12月25号左右开始的 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已知的所有现代生物 都是在地球这一年的最后五六天中才出现的 代下面的一个地质年代单位是季 这个就是大家平时听到的最多的一种单位了 在古生代下面分为 寒武季 奥陶季 智流季 泥盆季 石碳季 二迭季 是的 寒武季就是复杂生命出现的第一个季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寒武季生命大爆发吧 但讲是讲大爆发 其实这个爆发持续的时间与整个新生代的时间是一样长的 都占了地球这一年的五六天时间 大爆发这个词常常给很多人带去误解 石碳季的石碳在日语里面就是没的意思 所以这个季的名称最早是来自英国一个寒霉的岩城 古生代的最后一季是二迭季 发生了一次生物大灭绝事件 地球上超过95%的物种都消失了 这次大灭绝一直持续到古生代后面的中生代 进入中生代的标志性事件就是恐龙的出现 中生代又分为三迭季 侏罗季和白俄季三个季 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侏罗季公园》这部电影 所以基本上一谈起侏罗季 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恐龙 实际上三迭季和白俄季也是恐龙称霸的时期 这段时期比人类的历史要长的太多了 恐龙统治了地球这一年中大约半个月的时间 而智人的出现到今天也只有半个小时还不到而已 到了白俄季晚期 也就是距今6600万年左右 一颗小行星撞上了地球 导致了恐龙的大灭绝 地质史也从此进入到了新生代 这真有点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那种味道 如果恐龙不死绝的话 恐怕地球也进入不到新生代 也就不太可能会诞生人类了 新生代又分为三个季 它们分别是古晋级、新晋级和第四级 而我们现在就生活在第四级 至于为什么会突然冒出一个第四这样的 和其他名称不搭调的名称 完全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 我们不用去深究它 每一个季下面又分成很多个是 世界的是 这个就太多了 我们不足以介绍了 是的下面又分为期 这个就更多了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可能一辈子也不会遇上什么 墨西拿期、格拉斯期这样的名词了 所以不知道也无所谓 当然 如果你立志成为地质学家的话 那么要领当比论了 其实地质年代的划分 远比我前面介绍的要复杂得多 因为这些年代的分法 在北美和欧洲又都有不同的名称 有时他们所代表的时间段 又会交叉重合在一起 所以北美的 星星纳提期 相当于欧洲的 阿杰利期 加上 克拉多期 头上的一点点时间 而且各种教科书的分法也不同 甚至各个学者之间也有不同的分法 就同一段时间 有些权威说要分7期 而有些权威又说4期就足够了 总之地质年代的划分 因为都只能依赖于一些比较微弱的考古证据 所以就必然是一个很模糊的划分 争议自然也就会很多 如果要深究下去 你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因为在不同的书上 你看到的结论很可能会不一样 各种各样的说法和名词也都会很不一样 上面所说的都是以时间为单位来划分年代 其实延时也被分为不同的细时代 还有早晚之分也就是按时间来分 上下之分按照延程来分 这些玩意儿会让我们这些门外汉头大三分 但地质学家们却爱死他们了 关于韩武纪和奥陶纪的分界线问题 曾经在二十字纪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大争论 英国古生物学家福蒂评论这场争论的时候就这样写道 我看到一大群男人争论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其实这段时期在整个生命的历史上 不过相当于一毫秒罢了 19世纪的地质学家不像我们今天那样 有那么多的精密的年代测定设备 他们那时候基本上只能靠推测 他们可以把一堆岩石按年代先后排列的设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见 这个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见 因为我们下期见 很高兴 我们下期见 这个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再次见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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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